台湾这疫苗已经开打了 网络上有各种缓解疫苗副作用的方式 因为大家担心会有不舒服 您看到这位是嘉义科的医师 陈欣美的建议说 在打疫苗之前 建议您要吃得清淡一点 最好不要碰炸物啦 精致蛋糕 饼干等等 也就是说打疫苗之前 建议不要吃精致淀粉 但是有位老先生我们可以看到了 他打完疫苗喊肚子饿 因为家属听到不能够吃这个淀粉 其实精致淀粉 他担心因为会有这样影响 所以三天都没有让这位老先生来吃淀粉 所以导致他肚子非常的饿 不过呢还是要提醒 这淀粉啦你每天都得吃 因为有热量 所以所谓的是在打疫苗之前 不建议吃的太油腻 像是炸物 以及不要吃一些精致的淀粉跟饼干 等等提供给大家 那另外在打了疫苗之后 要接种之后要准备三大法宝 也就是体温器 随时来量一下 是不是有这个发烧现象 还有多喝水 以及医师开的备用药物 但是呢要注意了 如果说你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 马上就得就医 像是接种AZ的民众 在4到30天都有可能 会有产生血栓的风险 所以如果出现有异常的头痛 或是腹痛 以及在皮肤出现有自发性的血点 这样状况就要赶快的紧急就医 而这次呢再来看到 在现在各国都出现 有人说打了疫苗之后 身体出现了磁力 您看到就连台湾的民众也来分享 我说打完疫苗第4天 就发现他的手怎么可以 吸住金属餐具的状况 指挥官成中听到 就说要找一个人来细细看 防疫所组长 庄永祥很无奈地说 这现象没有办法解释 从印度到马来西亚 再到美国跟英国 打完疫苗变成万磁王的 引带到处流传 许多民众都宣称 自己打过疫苗后变得有磁力 不只可以吸硬币 甚至连老虎钳铁锤和整合铁钉 都能吸 诡议的疫苗磁力未免也太强大 不过在台湾 竟然也有这情况 将一根根汤匙叉子 往手臂上摆 新北细致这名富人 打完莫德纳疫苗四天 发现自己手臂 也能吸附金属残锯 陈时中微笑回应 庄仁祥声称无法解释 不过美国却有民众声称 那是因为疫苗内有晶片 还有民众发起磁铁挑战 有印度媒体调查发现 有些人根本在印度 还没有疫苗可打之前 就已经宣称有磁力 那这个现象 应该是还没有办法解释 陈时中有实证精神 认为得做实验证明 庄仁祥可能没说错 这些人还真的可能 在还没打疫苗前 就已经有磁力 至于他们为何有磁力 还真的无法解释 记者综合报道